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隔13年再夺奥网南单冠军 昨天晚上 纳达尔和梅德韦杰夫的较量共持续5小时24分钟 纳达尔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连胜三盘 以大比分3比2实现逆转 据了解 这是纳达尔职业生涯第21个大满关冠军 2022年第一次NewsPro民调显示 联盟党支持率已经下滑至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澳洲现任总理莫里森支持率也有所下降 该民调结果显示 联盟党首轮票选支持率下降2%至34% 而工党首轮票选支持率上升3%至41% 据了解 澳洲联邦大选将于今年5月举行 再来关注澳洲疫情 新州今天新增本地传播病例130026例 27例死亡 截至目前2779例患者住院185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韦州今天报告1053例本地传播病例8例死亡 目前有873例患者住院102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